45歲男子憑尿 血尿 甚至解尿時還會排氣 一度被當作泌尿道感染治療 到台中慈濟醫院檢查 發現病因 腸道跟膀胱之間出現搂管的原因 主要是慢性發炎 大腸氣勢變成通道 另外還有兩成到三成的比例 就是乙狀結腸長出惡性腫瘤 乙狀結腸的腫瘤的話 它比較常見就是直接吃到膀胱去 吃到膀胱去之後 它就會形成一個通道 所以腸道裡面的東西就跑到膀胱 那就是我們說的腸氣 腸氣跑到膀胱去 大腸癌和生活習慣息息相關 患者懊悔以前太不注重健康 常常會作息不正常 作息不正常有時候 它就是常常會熬夜 然後吃比較刺激的東西 包括油炸的炸雞這樣子 這種素食 另外它也有抽菸喝酒 經過手術切除乙狀結腸和部分膀胱 繼續口服化療藥物 目前已經控制病情 患者也決心以後不碰煙酒 飲食清淡 大愛新聞的亞萍李月維 台中報導 大愛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